快躲開啊我不能為騎車 你沒事吧 我感覺渾身都痛 還能走多晚 我越來越痛了 你能不能幫我回去啊 呀 你竟然在外面找女人 多謝你的幫助 喝杯茶再走吧 茶就算了 我老婆在家等我 我先走了 蕭蘭 你這等不跪到這本小姐的石頭去一下吧 一定要怪呀 怪你那好怨女吧 哎 方氏 我已經要你說的做完了 記得打琴哦 你這個廢物 居然還有臉回家 老婆 你們 你們這是怎麼了 我早就跟你說過 蕭蘭這個人在靠不住 你就是不信 你看看現在怎麼樣 蕭蘭 你雖說是入罪我雲家三年 可我雲家帶你不薄啊 你現在竟然幹出如此有損雲家的事 真是讓我太寒心了呀 你們結婚三年 雲夕帶你也不薄 你竟然躺在外面偷心 老婆 你知道我是什麼樣子啊 我絕對不會做出都有情理的事啊 蕭蘭 你要是還有自知之明的話 就主動提出來對雲夕離婚 幹活 好 蕭蘭 你還有這麼花束 這一定是有人對我下的圈套 一定是白營營 蕭蘭 你不要再叫老婆 我幫你監住我 我一定會查清楚真相 就不理我殺你的 這給我查一個叫白營營的人 是你自己找死 想把竹子離開 那我們趕緊告訴大少爺 看看下一個計劃是什麼 去告訴阎王爺吧 你對誰 我不是說的 你都可以告訴他 你去問你誰啊 啊啊 蕭鳳 看來你是不殺了蕭爺事不罷休啊 想要對蕭爺下手 先問我這一關 錢呢 什麼白營營 我已經成效後給了你兩百萬了 你如果是不想給 那我只好去找蕭嵐了 我要將你獻害他的所有 全部都收拾 到時候 你自己想想 你到底還有多少錢 你再給我兩百萬 我絕對對你一天收拾 還要兩百萬 你怎麼不去找啊你 嗯 兩百萬不是個小事 那給我一點時間好 三天 三天我要是見不到錢 急著讓蕭嵐會蹲弄 你怎麼知道的 你怎麼知道的 是包不住 要不是蕭嵐費盡心思 逃跑 跑到蛛絲馬跡 我也想不到你竟然 沒錯 是我一手策劃找人陷害他的 我就是要讓他滾出雲家 這個窩囊費 在雲家白吃白住白喝的 一無是處 就是瞧不起他這個窩囊費 雲汐 你還年輕 還可以再找一個更好的人家 那個創始集團的總裁 就非常合適 那些照片 沒錯 那也是我找白茵茵做的 蕭嵐是我老公 你竟然用如此惡毒的計策陷害他 你口口聲聲說是為我好 那你又想過我的感受嗎 雄南 是什麼 那 你往後 我再也不會傷心你了 哎 哎 於是 三股肥工作人員不得進入 睡 我 我 很多人都沒有 我 妳說什麼地方啊 within 你 我 顏色 在我的地板告訴你 你算第一個 你 真的 爸爸有个人问你话 爸你怎么办 现在你回答我的话了吗 我是你家找的一个人 请问 我有什么地方躲在哪 早这么配配我就不用来这里发展 认识肖兰对吧 肖兰 那个费物 你们是他请来对付我的 不不不 肖兰那个费物怎么可能请个起我呢 我呀 去来跟你谈一场合作 你们想怎么帮助我 行吧 那我就多个所介绍 我叫肖兰 焉成肖家人公子 听说你会跟肖兰有头吗 我愿意给你投资大量的金钱 那就很简单 只需要你在最短的时间内 解决于是心态 好 当然了 你从今往后就是我肖兰的一条狗 神的话 当然了 这件事情呢 你是我自己 你 太闯了 当做肖兰的一条狗有什么不好 等解决掉的肖兰 我就让你坐上 肖兰 是这样的位子 敢焉成孤风唤雨 岂不美哉 好好好 小少爷 以后 我就是您的一条狗啊 哈哈哈哈 好 很好 也许呢 你们开箱集团明天 这个焉成丁就施加了 我要你全力打烊云水降水 接着 千万都不能有二线受刺 死到汗了 要一顿受刺 你会被人做打烊云水 你会在劲头肖兰的一坚 你会在那上 到这 小野 我让你查白鱼的路事 查怎么样 啊 小野你看 据下面的兄弟说 这个女人和高分那得到眼前之后 就消失了 白鱼 看来你做好离去啊 对 小野 为何这个女人 有过节目 最近你多注意焉成肖家的 或者是焉成心诀请示 如果有事不对 立马好 小野 小野我没过一句 最近 是要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我要拿小肖去 与成霸主 肖家 我去脚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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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说吧 我知道你 我西班的杀手 都会去念 肖家 是肖峰让你来杀我的吧 你是不是很好奇 我是怎么知道肖家 血我 我叫肖兰 是肖家的大少女 传闻中已经死掉了私生子 今天我不杀你 你回去告诉肖子 这一帐 我肖兰算是记住了 很快 祝百费奉怀 什么 老婆联系我 肖兰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嘿嘿 大哥快看 那你有可真是正点 银儿 今天要不要陪哥哥一晚上 你干嘛 别躲呀小银 我找死吗 小兰 哟喝 口气倒是挺大 难道我们几个还会判你一个人不成 小妞 看你这么漂亮 以后就跟着我吧 何必去跟一个小白脸 你刚说什么 废话 你刚不说我会跪地求饶吗 是我大爷是我在求饶 小兰 小兰 算了吧 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 我就放了 如果下次再到我遇见你 可就不会这么走运了 好好好 多谢大爷 多谢大爷 老婆 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联系我了 对不起 我不该误会你的 一切都是我妈计划 推了才散我了 老婆相信我就行 其他人我不在乎 老婆 你先回去 我朋友来找我 那我在家等你 你就是小兰吗 不错 我就是小兰 找我有什么事 我们鬼哥找你有事 给你一个小兆时间 过时不后 我们鬼哥说了 他在郊区外的栏仓等你 如果一个小时内 你还不来 你的家人可就要遭殃了 说什么 我说的你已经听到了 去不去是你的事 记住 过时不后 鬼哥 南昌